美国时间28号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美国正在考虑降低从中国进口的一系列商品的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部门正在开展工作 据白宫官网发布的记者会实录文字 普萨基称 我们在考虑由上届政府实施的哪一些税费已失去意义 他还表示 我们在检查中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对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 还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但我们也在关注 当然还有商品的成本 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处于40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推动下 美国3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5% 创下1981年12月以来的新高 而且这一数字已经连续6个月超过6% 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平均目标 当地时间28号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一季度实际GDP年化环比下降1.4% 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1.1% 多名29号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采访的专家认为 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是促使华盛顿做出降税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上个月发表的报告 取消特朗普时代的一系列关税 可以降低美国通货膨胀率1.3个百分点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2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 现在美国对华关税加征清单里还有不少日用消费品 美国经济现在承受着一定压力 降低关税对保证国内消费品供应有好处 霍建国认为 美方单边加征关税并未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还是需要回到双边贸易的正常轨道上去 事实上 美国单方面对华加征关税并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不按照多边主义的程序走 完全按照美国自己的程序再走 美国的程序就是典型的保护主义 美国财长耶伦日前称美国政府正着手处理通胀 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政策 并称降低中国货品的进口关税是值得纳入考虑的措施 对此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方始终认为美方单边加征关税措施 不利于中国 不利于美国 不利于世界 在当前高通胀形势下 美方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符合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高峰介绍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保持正常沟通